忘忘忘 你在忘什麼啊 我現在營收越忘越會眨 我們來試驗營收 搶先看 美國CPI將公布了 平安無事嗎 沒有事嗎 重點是 發生已經獨家洩漏 今天晚上的CPI 會有一個 超級大數據發生 是什麼意思 是什麼呢 你一定要看我們的獨家解析 還有貴美利者 堅止疊嗎 歡迎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Coco 我是主持人哲哲郭忠 來看一下 美國CPI將公布嗎 平安無事 平安無事什麼意思 萬事還是CPI不會見事 我記得這個節目一定要看 貴美利轉先止疊 今天還不錯 重點是4月營收搶先看 營收爵望 爽爽爽 爽哇哇 好൙ 맙舀可愛 好 剛剛預告很可愛 忘 忘� 我不知道忘了什麼忘 神萬飯店 神萬飯店不是倒了嗎 不知道那邊要重建嗎 還開嗎 它的營國廳還可以叫外收 它不是現在已經變維菁要拆掉了 神萬飯店那個中校燉花的出口嘛 對不對 那邊要 因為那整個都是集團裡面的嘛 中加南京站的 喔 是中加南京站的喔 我以為是那個 那個倒掉對不對 不是 它不算倒掉 應該是重建啦 重建啦 重建啦 對 就是中校燉花站那邊重建啦 我也說是那邊的神萬飯店 這個三明治對 多少錢 250塊 250塊喔 看一下看一下 唉唷 好 我們吃一下 掉到袖子裡面去了 中校燉花店 我揮揮衣袖 不帶走一遍銀彩 只帶走神萬飯店的三明治 才說得正好 狗狗很餓 好像還可以啦 嗯 其實很健康吧 這種的 不難吃 可是就這樣子 對 就是不難吃 就這樣 對 合格 不難吃 不難吃 還可以定 有蛋 有菜 還可以定 好 我給他結論好了 好 因為銀博廳嘛對不對 對 現在在哪邊 中江南京 捷運站 神旺飯店 你沒事的話 你可以去那邊吃東西啊 喔 沒事這個時候 喔 它在捷運站裡面是不是 不是 沒有沒有 它是在那個 附近 對 南京農路附近的那一條 好 沒事的話可以去那邊喝下午茶 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好啊 啊外帶可以不用了 這就不用了 就一般的總會而已啊 可是吃都可以吃啊 那邊坐著喝個咖啡喝個茶 我覺得不錯 好不好 我們叫三位最旺的分析師 旺旺 來 旺旺旺 江家老師 江國老師 你好 大家好 今天看到這個神旺 哇 這個是非常驚豔 看起來是很華麗 但是口感其實 剛剛哲哲也說了還好 其實我以前常去神旺 我就每個禮拜都會去一次 為什麼 因為它的神旺飯店轉角那個 麵包店 那個麵包非常好吃 它現在在重建當中 它的麵包店因為聲音太好 喔 神旺麵包不錯 捨不得放掉 它在後面的光景色旁邊 有開新的店 對 所以大家可以去試試看 有有有 我跟他一家飯店 那你很喜歡吃 我覺得神旺飯店的 神旺飯店的麵包很好吃 他一家 我覺得更好吃 兄弟飯店的麵包 你看那個一位我還只讚 神旺飯店我覺得比神旺更好吃 我愛吃麵包 那神旺飯店有在吃嗎 它的麵包店有在吃嗎 那個不在我的活動範圍 所以我下一次會趕快去嘗試看看 它麵包比較好吃真的 你相信我 兩個 好不好 那大家參考一下 神旺老師告訴你這個秘訣 應該一位有比讚 你看到嗎 我們製作人比讚 很開心 神旺飯店的麵包蠻好吃的 神旺飯店附屬的麵包布蠻好吃的 第二位 神旺老師的line來 小鼠 WIN 58899 58899 小鼠 WIN 58899 記得我掃描一下 好不好 神旺老師記得要告訴你CPI 哇 我其實禮拜也很多人覺得神旺老師不錯 大盤這個行情 從技術面 從碼面 從基本面 全部都告訴你 股票你不能只看技術現行 老師要基本面告訴你 從碼面告訴你 大物回來了 而外資 其實這邊 看起來有人回來了 綜合全局 綜合全局 對 好不好 我已經講起來怪怪 可是講只有道理 小鼠 WIN 58899 記得家老師來 好 第二個 和吉鼎老師 我覺得我這次真的快要哭了 這火力色真的怎麼東西這麼好啊 250塊 我覺得吃起來剛剛雖然說 紫紫覺得普普通通 但是我剛剛吃過一口 我覺得真的還蠻好吃的 不難吃的 我說不難吃啦 有CP值嘛 因為其實總會一百多塊可以吃 它不錯吃的 重點是它的番茄醬 大家你知道嗎 這番茄醬 我聽過我的鑑定 它是卡夫恨式的番茄醬 真的還假的啦 真的 因為我 我就只吃卡夫恨式的 我絕對不是吃什麼叉叉可果美 喔不不不 叉叉美 有叉喔 卡夫恨式是什麼 我們不知道 卡夫恨式 卡夫恨式是番茄醬最有名的啊 是喔是喔 巴菲特都專門投資卡夫恨式 我聽過 喔想起來 麥當勞的番茄醬 就是卡夫恨式的 喔是喔 吃起來就一樣嗎 不一樣啊 吃起來就不要 我說麥當勞的番茄醬也是卡夫恨式 那卡夫恨式有很多這種味道嗎 沒有就是 就這一種 那好那 非常好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 這家還算真的不錯 我真的太感動 推薦了 沒找到這種行情 還有這種東西可以吃 真的太棒了 老師 老師看起來 最近黑眼圈有點變深 我發現 最近熬夜吧 最近熬夜對不對 熬夜看眉骨啊 黑眼圈 他最近這邊 這邊 這邊有看起來齁 這什麼 臥蠶是不是 臥蠶有變深欸 你有沒有發現 真的嗎 有有有有 有欸 很明顯欸 好明顯欸 最近是不是頭熬夜做什麼壞事 晚上看眉骨 上下波動非常刺激啊 做夢去跑山田 對啊 聽說他做夢都跑山田 膝蓋又不好啦 我剛剛跟他講說 膝蓋不能操 他有一直操就操得好 膝蓋痛對不對 像走 頓壇不得對不對 有那麼一點點啦 啊你再跑下去就受傷了 我跟你講 相信我啦好不好 要聽老人演啦 問你好啦好不好 不過今天老師也是把意志力跟耐力喔 發揮在研究股票裡面好不好 來 小組GD 1788 好不好 1888 這是老師的Line 這個看可以掃描或打進去 好不好 第三位最專業的分析師 陳維泰老師 老師好 老師好 大家好 大家都要討論這個神旺三明治啊 說真的我覺得他很有誠意欸 因為我剛剛說了 他總共有九成 而且呢跟一般這個所謂早餐店的一個總櫃啊 還是有點差別 差別 差別他什麼 用料 他用的是火腿還有培根 總共有九成 所以其實我覺得他這個誠意十足 誠意十足 那我們來吃吃看 我一直懷疑陳維泰老師 陳維泰老師是一直想要接那種 網路那種美食節目 美食節目 對 他很注重這個用字顯食 對 老師你看 對啊 嗯 嗯 最後還是這一句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delicious 好彈牙喔 好彈牙喔 好吃不連牙好彈牙喔 結論是 入口即楼 指連你口不連你手 是嗎 結論就是 現場吃會比較好吃 因為不夠熱 因為他 冷掉啦 他還有放這個薯條 嗯 那因為可能外大關係 人家薯條就有點軟 所以我就說現場吃會比較好吃啊 我剛才這樣講啊 冷掉都好吃的話現場也不錯吃 我剛才不是說難吃喔 所以我說現場去吃喔 好不好 好 記者地址在哪邊 反正在中間南京廠附近的 大家查一下神望飯店 是神望飯店 那邊有神望飯店嗎 一位有嗎 那邊有神望飯店嗎 有啦 有啦 那邊也有神望飯店是 好好好不好意思 我一直以為是中間東話的 是南京東路二段的神望飯店 台北市的喔好不好 記得有空來喔 來台北也可以 我們節目今天跟大家講 我們有兩大宗旨 第一個 不業配 不業配美食也不業配 也沒業配ETF 更沒有任何什麼出貨的嫌疑 我們不講什麼 那種很奇怪 量很少股票 隔天可以拉起來 再出貨給你 我們不做這種事 也沒有主力配合 這個絕對不做喔 對 打包放 放心打包票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我們節目就是做好玩的 好不好 做最專業最最好玩的啦 我們好玩就是說 做專業的啦 每次一定要賺錢的啦 我們沒有要賺錢 你們賺錢就好了啦 你們懂不懂 佛親來的啦 好不好 來我們看下個單元啦 來啦 財經大頭條 有請 謝謝老師 老師你好 好今天有一個艱鉅的任務 要解讀拜登如何的報名牌 對啊 還有待會那個MACD 其實也有兩難的這個情形 老師 很認真喔 剛才拜登已經報名牌了喔 是 好像已經告訴你今天晚上CPI的一個數據喔 好不好來 但是他說的不是白話文 OK喔 我們待會一步一步來跟各位做分享 對 好今天晚上要公佈這個CPI 會不會平安無事 就是說到底是平安真的沒有沒有事情呢 都是比市場預期的好一些 那股市是正面反應呢 還是說真的還看不到市 那市場可能會稍微悲觀一點點 那主要目前看起來是 就是這個月份要公佈的4月的CPI 市場預期是不會變動很大 那為什麼呢 主要是這個房租 這個佔權重有沒有 最重的大概是30-40% 詳細數字應該是34點多啦 這個房租CPI跟反代CPI呢 只要上個月降了0.2% 就是說權重最重的部分呢 他們也有降了很多 我們看底下 那能源大概是佔6% 最近是有回跌 但是整個4月的每桶的均價呢 跟上月比還是上漲了8.3% 所以這個也是沒有對CPI 沒有立竿見影的直接的幫助 下跌這個效果 我們再看右上角 這個都講過 因為它占權重的是食品人員 跟住宿這些房價 所以目前也是看起來 CRB是表示食品的 大眾商品 就是說沒有比上個月降很多 還上漲 所以目前看起來是持平的機會 會稍微大一些些 可能再高一點點 你看這個上個月的數據是5 市場預期是5 不過我昨天有去看過那個 因為我們今天要公佈三個月的數據 對 然後我昨天看到原大的報告 他們估4.7% 稍微樂觀一點點 我覺得有點太樂觀 對 我們就我們 這不行 老師 所以他們這些是研究員嘛 跟老師等級差太多了 我覺得4.7%很難啦 如果4.7%對的話 我馬上可以再次跟原大說對不起 是是 就是說我綜合看到 國內的本土的報告是 目前最樂觀的是4.7% 不可能啦 你看CRP商品就知道了嘛 對啊 這些都比較出來 還有原因有價格 所以說 目前看起來說 我們最近不是卡關 家庭股頭指數真的卡關 卡在15700點上下 浮浮沉沉 那外資的動向也是 一回多一回空對不對 連散戶的操作也是一回多一回空 主要是目前市場方向沒有很明確說 它是一個橫盤的格局裡面 它沒有明顯的突破 就跟CPI一樣 我們一直說 今年6月份應該就會看到 這個4以下 目前姑且期待一下 那目前看起來 因為目前市場的預估是大概只有5% 那如果萬一今天晚上公佈的是5.3以上 我可能市場會出現一個失望性的賣壓 這大家要稍微提防一下 我們就是取決於 這實際公佈的數字是多少 當然如果 跟上個月持平 它就是西線五戰式 那我們就是維持 可能繼續維持 橫盤震盪的格局 如果5到5.2 因為微幅增加一點點也很正常 最近卡關卡得太嚴重了 還去卡 對 卡關19有沒有 沒有新的方向出來 等太久之後 人家就想說 我乾脆就縮手 我等明確方向出來之後 再來進出場 所以不是目前市場 會不會真的出現4.7 那我們就是估解看看 就是說如果這個話 如果是真的出現這種情形 應該是有蠻大的利多 可以擺脫區間的一個 最近一個卡關呢 區間震盪的這個 突破區間 哪是什麼區間 我們再看一下大盤走勢圖 好不好 我們都不知道這什麼區間 大盤已經兩個多頁 看這個圖不行啊 我們看另外一個圖 好不好 看XQ的圖 技術線型 是 是從過年到現在 這個期間 從1月30號這個跳空開高 過年後這邊 對 過年後跳空開高 對 然後進度 進度什麼 月台的理論整理 15000到15900 有夠卡很久 這個真的是有過卡 CPR見識才有機會突破1.6 對不對 目前市場期待 我相信就是說 他有能力過這個關卡的話 他量一定會出來 那這邊橫更這麼久的這個 觀望線的買盤一定會進場 去有一個期長的這個壓 壓住性的買盤 所以你今天有推背圖 告訴大家 見識會上萬六 沒見識 5到5.2 就是一樣 那個區間整理平台嗎 1萬5千2到1萬5千2 那就真的繼續要磨了 磨進 1萬5千5到1萬5千 到1萬6 對 目前看起來是這個 是如此 這就算了 聽說你剛才錄影前 是很認真 欸我告訴你拜登 因為之前白宮秘書 會偷告訴我們出去 拜登已經告訴我們的 但是我覺得他講話不夠 沒有以前的川普這麼勁爆 對 這個多根空解釋一下 對 然後以前 我記得以前川普講的每一句話 都要 語不禁人死不休 他就告訴你答案了 明顯溫和很多 對不對 老師這麼念一下 去年夏天以來怎麼樣 對這是今天早上最新的 拜登在他的臉書上發文 我們把它翻成中文了 從去年夏天以來 通貨膨脹已經現在下降了 總共40% 最高9.1嘛 最高9.1嘛 就是擺脫最恐慌的時間了 並且已經連續9個月下降 我們還有更多工作要做 請問要做什麼 老師這個多跟空都可以解讀 對 然後呢 然後我們正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而且我們正在取得真正的進展 老師這個 給我答案 中部的時候就會降低於5以下了 低於5以下了 所以他暗示你就算這一次沒有 對 沒有很好下一次也會很好 對 確實往正確的方向發展 所以而且我認為 因為下一次FOMC的會議 在6月嘛對不對 他6月開會之前 會看到一次5月的CPI 那幾乎5月的CPI 大概低於5的機率就很大很大很大 你可以不要動嗎 是 你可以不要動嗎 老師放大好不好 我突然覺得老師你有總統的像耶 真的嗎 你看啊 因為上面寫Joe Biden嗎 對啊 投我一票 你的投 讓他換掉了 要好好做事情 好好做事情 OK 好 OK 終於會 Joe Biden的那個大頭貼換成老師的啦 是 老師啊你什麼問題 那個沒你 江總統你好 我想問一下 到底有很多工作做的話 要做什麼事情呢 除了升息之外 那你要先讓我去做個官 先做官 不然真的很困難 很難 對 我其實我認為要說 去年CPI最高峰就是6月跟7月的交接 所以我認為只是時間的等待 你時間等到6月去的時候 自然而然就會往下降的很多 高低基期的比較 因為CPI是年增率 所以我認為即使現在沒有的話 這個沒有這個 立即性的看到5以下 下一次公佈5月份的時候 我就認為是已經可能會逼近4%左右 所以我認為他們做的策略是正確的 就是花時間等待吧 老師我覺得今天真的蠻特別的 是 他已經暗示你9個月 但如果說10個月下降 我們今天告訴你CPI就件事了 對 可是這個也有可能告訴你 我第10個月要下降 對 其實 我覺得他這個是正面解讀 只是說 當然也可以解讀說 我第10個月沒有下降了 可是接下來我會下降很快 對 因為最 因為之前你記不記得 去年我們福利社就有給他獨家解讀 白宮秘書 先洩漏CPI增加還減少 還可以說增加多少 所以他們基本上一定是先看得到嘛 所以我認為 他的意思 我認為就算微福生 他告訴你接下來會下降很快 或者是出無意料的 我先給你臭屁一下 我們有可能第10個月 我現在先臭屁喔 對 因為之前Joe Biden對不對 他在公佈完以後對不對 那美國股市開盤的時間對不對 然後8點半公佈以後 他凌晨2點 等於台灣時間凌晨3點 等於美國時間下午2點喔 他再發個臉書告訴你 哇我們下滑好多了喔 是 所以他很在乎這個通膨啊 對對對 那畢竟是目前全國 全部的美國人關注的 最重要的焦點之一嘛 我認為就算這一次就算通膨上去 Joe Biden講這些話 也不會上去很多 甚至有可能下滑 老師你這樣解讀可以嗎 而且我認為這個機會是很高很高 對 而且是下個月會下滑的幅度會多很 多蠻多的 然後講重點喔 是 Joe Biden就告訴你 這個月有機會下滑 就算沒有下滑 上去也不會上去太多 然後下個月就會下去很多 好 我們看下一個來 OK 然後呢 我們看目前Fed Watch 你看 因為Fed再三強調說 今年底之前都不會降息 那昨天是Fed第三號的人物有沒有 那個紐約聯儲會的行長出來說 年底前不會降息 可是市場開始有慢慢的在預期的 九月份的降息機率是45.8 還是不管它 而且是降一碼 如果是降一碼 降兩碼是18.45 對18.5還是算少一點點 加起來七成喔 對但是我記得兩年前的時候 突然間有看到七成左右 對 所以我認為是 就是他們講的 我們現在往什麼 往正確的道路前進 市場上未來半年就是往什麼 往降息的這條路來做前進 所以目前看起來是非常非常的 機率是蠻大的 另外各位講這個資金 好 你看 最近是不是公佈很多 跟去年的第四季不一樣 去年公佈的這個 去年第三季的時候 公佈的壞消息股價都會往下跌 好 最近半年有沒有 公佈的壞消息已經不往下跌了 為什麼呢 我認為是資金的效果已經出了 資金還是很多 資金還是很多 最近台灣股市公佈的營收 不如預期啦 數字真的很差 你看到這兩天公佈的這個 的營收有沒有 創新高的加速 就沒有過去這麼多了 好少的很少 經理老師會講一下 對對對 少得幾乎的 少得很可憐來做行動 頂點營收到頂點的企業很少 可是你看這個市場 你看這個市場的反應 沒有太多的利空耶 你真的講沒錯齁 對 所以投資朋友 你要有個正確的觀念 股市這個很奇妙的東西 它幾乎都在反應未來 它不是在反應過去的數字 利空不跌反而是大利多 對 你要對這個有正確的認知 而不是說每次看到報紙 寫出什麼利空出來 因為這個沉溺在過去 好像有利空就是跌 利多才會漲 這個陰影底下的情緒裡面 就胡亂的賣一通 謝謝老師 所以CPI就算也會小小 沒有漲 就算沒有下跌 你這個利空不跌 是 也是一個大利多 對 好不好 這Joe Biden的這個話很重要 我們看右邊 我們現在這個左邊底下 你看 市場資金多到滿出來 待會用道琼的科研圖 跟各位做個說明 你看 我們去統計 從2020到2022年 QE量化的寬鬆的時間 它總共投入市的市場資金有4.8兆 可是你看 我們到最近一次在升1碼之後 已經連續升息20碼了 20碼以後 資金量 QT量化緊縮以來 只回收了0.46兆美元 就是說 乍布的資金還在廠內在運作 我們看到一個道琼的K線圖 請打破給我道琼的K線圖 從2020年開始 2020年開11時看 2020年3月19號開始 有沒有 2020年 從這邊開始 宣布那個 這邊入市的資金有4.6兆美金 然後它開始用QT頂縮之後 到目前為止 只有0.4 我們剛剛看那個數字 我剛剛有點忘了 0.4 4.8兆 投入的資金有4.8兆 收回只收回十分之一而已 收回的資金只有0.46兆 十分之一都不到 還有這麼多的資金 還在廠內 所以你看那個道琼的K線 你看 它的整體的姿態非常之強勁 它要拉回的幅度 也不像是一個 多頭轉空頭的一個模式 所以目前看起來 還是在等待什麼 我認為是等待下個月公佈的 我認為4月公佈的 今天公佈的CPI沒有那麼重要 下個月的反而會更為重要一些 而且因為已經時間逼近到6月份 FOMC會議的前進 那一次的CPI可能會 對市場的激勵會比較多一些 好 謝謝老師 我們來看一下 右邊那一部分 然後跟各位講說 我說今天我來上前 福利社的節目 我認為是困難重重 為什麼呢 因為MACD的雙指標 其實目前卡關 跟指數一樣卡關 它沒有一個同步的走向 然後跟各位講 未來我們要如何去做觀察 另外說指數歸指數 可是旁邊現場今天 又明顯有27檔噴漲停板 所以或許說 資金還在廠內 它不願意逃離 它認為未來的CPI 即使今天沒有大幅度下降 沒有超乎市場的預期之外 下個月也會下降的同時 領先先卡位這種買盤性也有 所以各位解讀一下 這個MACD 我們要如何去觀察 如何去學習呢 目前我們講說 什麼時候是攻擊型態 線在零軸上 然後MACD的柱狀體 也是在零軸之上 兩個都是在零軸上 就是把多頭整理完之後的攻擊 如果兩個都在零軸之下呢 變成一個多頭結束 要進入一個空方短線的修正 目前是卡關 柱狀體是紅色的 線在零軸之下 我們用這個打播給我那個XQ的圖 會把它放大 會看得更清楚一些些 好有沒有把它放大有沒有 你看線 經過這樣整理之後呢 零軸是收腳有沒有看到 收腳叫止跌 那什麼是攻擊 翻紅是攻擊 已經翻紅兩天 表示說這個盤式 主力確實有企圖性要做 採取攻擊的走勢 可是無奈這個線 還沒有到零軸之上 我們舉例 線沒有到這個紅色的地方 有一點不清楚 而且這助算體也不夠清楚 對 你把它縮小 我們看1月3號的那一波 看1月3號的這一波 看再來 有沒有 再縮小一點點 太多了 OK 有沒有 就是這裡 有沒有 你看 就說你看 兩個沒有同步的時候 是不是橫更的 所謂的整理盤 有沒有 兩個同步翻成紅色之後 市場上認同趨勢 就是整理後往上的那個認同 閃兩千點 閃一千八百點 對 認同度變高之後 就採取一波攻擊 所以我目前認為 整個等今天晚上CPI公布之後 看看是不是能夠出現 好 類似完整一模一樣的訊號 好 所以我需要一點時間來就等待了 等一下看一下 那我看老師剛剛介紹一些股票 我們就趕快來看大盤好不好 然後大盤你怎麼看 明天就看明天CPI嘛是不是 對 看今天晚上8點半的時候 對我認為就是說 目前看起來 橫盤是橫盤啦 但是MEC在閉合 臨走的附近 就等一根紅K或一根黑K的表態 那基本上我認為 長期吸引的趨勢還是往多的 目前沒有問題 基林老師想要問你一下 你覺得這行情怎麼看 或者CPI你怎麼簽罰 我覺得這行情還是偏多頭 因為其實從今年新春開紅盤之後 我們跳空缺口的上緣 其實都沒有被跌破 那個跳空缺口的上緣 大概是15260點 所以你看一下這底部啊 也是持續的在墊高當中 所以我覺得不管CPI公佈是多少 只要沒有跌破這個區間啊 我認為都是偏多頭的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 最近股市是比較正當一點點 我覺得最主要關係 跟巴菲特也有關係 我覺得巴菲特啊 他們那些美國人啊 一直在 一直在很擔心說 那個中國會打台灣 甚至還有美國的那個眾議員 不是那個說什麼 那個他如果中國打台灣的話 他要把台積監給轟了 你想想看有這種消息的話 那外資就會有點擔心嘛 對 所以現在外資是有點縮掉 有點縮掉 但是外資縮掉了 縮掉 但是他們沒有離開台灣 因為我們從新台幣的匯率來看 新台幣沒有大幅度的貶值 所以我認為現在外資只是在觀望 那他們隨時都會在進場買進了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用太擔心 好 不要太擔心 好 謝謝老師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走勢 上櫃走勢老師先幫我們 對 今天是 大軍未動兩條先行嗎 對 昨天是先拉回 就所聞我們常常講的 先拉回 先整理的 先表態 對不對 有一個短線指跌的訊號 而且他在均印線上面 做一個明顯的指跌 就看明天的低點 通常這種K線的指跌K半 就有點丁字線的狀況 明天觀察這個丁字線的低點 現在現在第一點 不要做跌破 跌破的話會有失望性的賣壓 這個稍微短線上要特別留意一下 好 老師 謝謝您 那我們來看下一個來 老師 那外資今天賣這個 外資今天賣的稍微多 還好 昨天是買超 今天是 昨天買的今天又把它賣出去了 對 對 所以短線上還是 浮浮沉沉 沒有一個明顯的趨勢的方向 昨天跟今天賣超差不多 對 你回顧那個過年後有沒有 那一破外資就買得很瘦 連續性的買 對 所以還是等一個 關鍵的數據資料 就好像今天講的CPI嘛 對 所以大戶進場需要連續性 那個在市場上聚焦 吸引更多散戶進場 那個力量才會出來 好 老師 我們來看下一個來 那今天外資 我今天外資這個 就在公布CPI的時候 對 這個就有點摸不到頭緒 昨天是有16000口 今天降到6300口 降的幅度是蠻多的 那明天就看看CPI公布之後 能不能立刻把今天賣的 把它補回來了 好 謝謝老師 那除了這大盤以外 我也想問你一下 您可以快速簡短30秒 你覺得是CPI或者是大盤 你有什麼看法 我認為剛剛拜登所說的那一段話 基本上是在挽救前兩天 所公告出來的民調 因為華盛頓郵報跟那個美國廣播公司 對於現階段這個拜登的民調 他是繼任以來上任以來最低的 所以他在剛剛這一段 這一段話的前面那段 是要跟大家講說 我有在做事 然後我做得還不錯 OK 這是在第一段 那第二段是說 因為接下來民主黨跟共和黨 都準備要推出就是下一個 任期的一個總統候選人 那現在他為了要爭取 就是他在接下來的一個提名 或者是選民的支持 所以要跟大家講說 我還有很多事要做 所以言下之意是說 請你們繼續支持我 對 如果支持我的話 通膨會更嚴重 可是問題是 說實話 這是他講的 人民感覺是通膨下滑40% 你年增率還是增加 代表的意思 你每個月都在漲價 是 你月增率年增率還是增加 所以他 對統計數據 經濟數據股市有幫助 對人民的生活沒有實際的 沒有實際的感受 好不好 你這個講到重點的 有不可能 那我希望 因為我們剛才解讀的是他 其實我覺得你講的也有道理 今天晚上的講的也有 今天晚上的 都有 政治面的話語 會比較多 我覺得政治也有 經濟面也有 我自己覺得老師 你應該也覺得都有嘛對不對 都有 可是你講的我覺得他都 因為一個領導者講的話 他是會喊很多層面的 是的 喊很多層面的 所以他會講給所有的觀眾聽 在乎經濟的 在乎實體經濟的 在乎股市的人都會講 好 老師講到重點 謝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謝老師你接下來要講兩檔股票 進入現行來解釋一下 這個進場點 來 今天各位分享的是 第一檔是世新 那世新這一波是整個 AI概念股裡面 最強最先攻的股票 也是攻幅度是蠻兇的 但是他也進入 先進入這個整理 整理過後呢 因為府公佈的第一季的獲利 竟然有8.09元 還記得嗎 去年一整年 世新的年度獲利是25塊錢 EPS一整年是25塊錢 今年第一季就有8.09元 年增的幅度上就有30% 那我們看底下 因為目前看起來 這個北美客戶 AI跟HPC的需求強勁 目前預估法輪預估 世新今年EPS 可以從去年的25塊錢 提升到42塊錢 明年更有57塊錢的展望 所以這個長期性的 這個成長性是蠻高的 重點是我們看右下角的 這個技術面有沒有 這是我講的 經過整理過後 有沒有 MACD收繳叫止跌 MACD翻紅第一天為攻擊第一天 而且他的攻擊狀態是在什麼 在利多出來之後呢 快線在零軸之上的翻紅第一天 我們通常把這個視為 整理結束後的期長第一天 所以未來 明年今天CPI公佈之後 今天利多出來 我們看K線圖 他是收最高 利多是用正面樂觀的方式 來做反映市場 給他頭上的 頭下的這個贊同票 因為畢竟 這個錢高1385元 只剩下40塊錢 對 那CPI公佈之後 他如果可以突破錢高 他變成什麼 變成AI概念股的領頭羊了 領頭羊就有什麼 資金的聚焦的效果 因為主流還是繼續創新高 拉回整理以後 如果能夠再過新高 會引爆一波新的 這個一波的上漲 就是目前的觀察 老師我剛才可能 我自己沒聽清楚 老師翻答 你說這個快線 本來叫零軸之上 快線跟那個助狀體 快線是趨勢 趨勢在多的情況之下 整理結束 起攻第一天 助狀體也翻紅 對 一起在零軸之上 同步的第一天 同步的第一天 因為這邊有助狀體 對 雙指標觀察 重點同步翻多第一天 助狀體變紅 然後快線也在零軸之上 很明顯的訊號 零軸是代表 綠跟紅的中間 這條線 好不好 這條交界處 紅跟綠的交界處 這個快線在零軸之上 也開始翻紅了 對 然後你可以利用這種方式 去順便去檢視你手上的股票 假設你的股票 是助狀體是綠綠的 線在零軸之下 那你就要留意他整理的時間 可能會稍微長一些 好老師我們快速看下一個來 OK 下一個是5258的紅寶 這個是做收銀等等的訂單 收銀 什麼收銀 收銀機 POS系統機 然後IC的晶片 讀物卡機 它有充電磚 對 目前的在手訂單是蠻穩定的 那今年EPS上開是8塊錢 本益比大概只有10倍左右 重點是它的充電磚 還有無人支付的充電頭趨勢之下 有估到明年是有11塊錢 就是說它的EPS從今年的8塊錢 會成長到明年的11.1左右 應該有38%的成長性 我們看底下的MACD有沒有 你看它經過整理之後 也是一樣 這個豬狀體連續翻紅的三天 我們就等快線 如果這個快線 能夠從零軸之下 突破零軸之上 它會變成一個整理之後 繼續往上攻略這個股票 你看這個請導播給我插Q的 5258的紅寶 我們看整個長線的多頭趨勢 如果去觀察一檔股票 是個長線的多頭 就是我們以前跟各位分享的什麼 口訣有沒有 偷偷高底底高 再把它縮小一點點 你看它整個趨勢有沒有 股價突破前高 每次拉回都沒有破前低 拉回都沒有破前低 所以它下一次起攻的時候 就很容易能夠突破前高 這是一個長線去觀察的股票 是不是在進入一個長多軌道裡面 拉回可以轉強的時候 適時買進的一個觀察點之一 之前高點越來越高 底部越低越低 可是這邊 拉回之後它沒有跌破前低有沒有 至少沒有破前低 所以它符合什麼 底底高多頭高 都是還是多頭 雖然底部這邊比這邊低 可是至少沒破這邊的低點 是是 好這講到重點 謝老師告訴我們這些獨家的股票 感謝拉 感謝拉 所以平安無事 希望拜登講的話 話中有話 告訴我們最好見到市 最好 見到市其實比較低 可是感覺拜登講這些話 有市的感覺 可是就算沒有市 5也差不多 可能5.1 5.2 好不好 希望如此 好不好 這感覺就是我自己的解讀 好 現在老師好像也是這樣解讀 也是這樣解讀嘛 那我們再請教老師 我們深入來解討 下一個單元 深入討論 熱門我醉天 熱門我醉天 你今天穿這個會不會很熱 會 很熱是不是 我剛剛袖子拉起來了 拉起來是不是 我們浮粉有浮了好不好 來 還有什麼 伊雲谷 伊雲谷聽起來好像某個那個 遊樂園 對 某個飯店 雲仙樂園 對對對 這麼倒 好不好 好老師 日月潭有個雲什麼的 忘記了 不重要 老師我們來看 91APP 你名字還是很重要 能夠獲得市場的共鳴 是 OK好第一檔是個91APP 它是做OMO 是所謂的線上線下銷售的整合 還有所謂D2C 這個零售電子商務的這個 這個系統的廠商公司 專案的領導的這個廠商 好重點是什麼呢 它導入深層式的AI 利用深層式的AI 去幫助更多的實體店面 投入一個網路上的一個銷售 目前看起來未來三年的 每年的年度成長都有30% 那股價兩個禮拜前 攻一波之後 目前橫排做整理 我認為因為未來成長性太高了 我們都會持續的 給看好跟各位做分享 那第二檔是今天 特別 排名上很重要一檔股票 你請導播把它現行縮小 它在一月份攻了一波 攻了一波之後是不是橫盤 對 跟台北股市的目前未接 好像好像好像有沒有 盤了很久很久很久 可是盤久它不是盤久必跌喔 盤久之後 今天是一根紅K往上做突破 它這種股票未來如果越來越多 那對市場多頭的信心的聚焦度 吸頭的這個效果會越來越強 那整個益雲股它以前 去年之前都是跟這個亞馬遜做合作 那今年下半年會多一個 Google的一個 生成是AI的這個服務的方案 未來的成長性都是蠻高的 重點是它橫盤三個月後 它離開火車月台的方向 是確認是北上的不是南下的 所以我們認為它是一個 整理過後多頭其漲的股票之一 好 多頭其漲的股票之一 所以謝謝老師 英雲股跟九一 APP 今天老師 金羽跟利豐 老師你好 金羽的部分它做自動販賣機的 我想大家聽到自動販賣機 應該就忍了一半 做自動販賣機的為什麼會漲 那其實它是有多角化的經營 它在2015年的時候就跟Google合作 大家有沒有看到外面有很多 那個電磁交換機啊 那電磁交換機那時候 2015年的時候 就是金羽跟Google合作的 那到2020年的時候呢 它也跟那個三陽合作開發電動車 目前出貨也大概2000台了 所以呢 它現在已經轉型到電動車的 那個電磁交換機 然後目前也佈局了充電裝 就是從兩輪要變四輪 所以股價是很有想像空間的 那三月份的營收呢 因為還沒公布四月 三月份的營收是年增的80% 所以股價是有想像空間的話 它股價比較容易向上漲 那我們從技術面去看的話 你看一下技術面喔 技術面它跌破月線之後 立刻拉回然後再突破前高 所以這短線上已經出現一個 鈍化軋空的訊號 那所以呢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這幾天這三天之內都要持續再創新高 如果三天之內沒有創新高的話 大家就要小心留意 那當然這三天都還是有機會再創新高 但是因為它的那個股本比較小 籌碼比較小 大家要小心一點點 就是操作的話 停損停力要做好 那這檔股票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下一檔的部分 下一檔是利豐啦 那利豐他是做美容產品的 那雖然說大家也知道 像我們這種天生利質的都用不到啦 齁 那所以呢我們還是幫大家注意這種 就相關的 你笑什麼 我們還是幫大家注意到這種相關的 它有天生利質嗎 我剛剛也燉了一下 對啊 你可以再近一點 黑眼圈 你可以再近一點 你眼帶越來越重了 放開 你可以再近一點 你要不要去多做一點那個 那個什麼 柏尿酸還是 對 不用好不好謝謝 好那他做美容的嘛 那他在大 你不需要你膝蓋也遲早要啦 哈哈哈哈 好他在大陸 他主要的那個通路 就是在大陸啊 那他在大陸的部分 他是用柯利提納這個品牌啊 那佈局大概有3300家的店面 那在全球累積有5000家 哇他4月營收就厲害了 4月營收年增2.8倍 那就代表說中國那邊解封之後 確實啊 吸引了很多需要的人 不是我 需要的人去那個美容的相關的店面 去做一些膚蓮啊 一些美容 好所以他的營收年增了 那他過去其實每年的 EPS都大概有15塊 如果你用15塊去算的話 其實他的本益比大概只有15倍 所以我覺得相對來講還在合理的價值 那技術面的部分我們可以看到 技術面一樣跌破季線跟月線之後 立刻向上拉抬 今天站上了前波的壓力線 就是230塊附近 所以我覺得今天站上230塊附近以後 短線上是很有機會挑戰前高240塊 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這檔股票 好 留意這一檔股票 立峰跟金宇好不好 金宇挑戰前高 來 注意一下 希望臺灣股市下期金宇 下期金宇 那個金銀財寶好不好 好 聯發客跟銀 為銀 為銀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兩檔 一檔是聯發客 大家一看這個線型一定會覺得很奇怪 像剛剛金林老師還有江老師 他們分享的個股都非常強勢 可是為什麼我會特別要提聯發客 在錄影期間其實聯發客的營收還沒有出來 但是我猜營收應該不會太好 因為反正四月份營收 創新高加速大概只有10家 所以今年四月份的營收是淡淡四月點 但是我們看到在前波段低點 聯發客為什麼會往上做走高 原因就是因為它在第一季的財報 有利空出境 那我觀察到在最近 它在籌碼面的一個變化上面 融資是持續的再去做減肥 那麼昨天外資出現由賣潮轉買潮 所以我認為說在這一次的一個 四月份營收公告出來之後 大家來看看是不是有再一次的 這個所謂利空出境的一個表現 好 這個是在聯發客的部分 好 再一次利空測試 利空出境 好 老師希望如此 來 第二檔是6669的微影 那自然股票是千金股 你都逆向欸 對啊 熱門我最慘 你都選那種 熱門我最慘 冷門我最慘 熱門我最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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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千金股裡面 像它就是跌的比較慘 然後說法是跌停板 那我個人認為說主要原因 是因為它在昨天有舉辦這個法輸會 那看起來呢 從股價表現上來看 就是一個法輸會變法會的一個概念 OK 那法輸會上面說什麼呢 它說就是目前客戶的一個需求 好像有一點點被點比較保守 但是呢 它的存貨周轉天數已經降到47天 是這個疫情之後的一個新低 所以我認為說 在今天的一個股價走的有點就是 剛剛所說的 它反而是有點利多出境的一個味道 它往下做修正 那像這種個股 我覺得就是先暫時不用急著去做一個介入 但是伺服器相關 跟AI相關的一個產業趨勢 是持續向上的 所以接下來拉回 我覺得還是可以特別做留意 拉回還是可以特別做留意 謝謝老師告訴我們這六檔股票 四檔很強 兩檔很弱的股票 好不好 接下來我們看下一個單元 來 股市甜甜圈 股市甜甜圈 焦點股班女圈 登登登登登登登 老師最近很專心在做研究 請 老師謝謝你 請 好乖喔 阿切喔 老師你最近很專心在做研究 你知道什麼嗎 為什麼 膝蓋不好只能在家裡看股票 其實我還有偷練游泳 偷練游泳 游泳其實對膝蓋對全身都是很好的一個運動 是因為其實你反而你可以訓練到膝蓋附近的 股市頭肌 因為人家動的時候就可以增加他的循環 股市頭肌 對啊 不過那時候他說你膝蓋不好 醫生跟我說你股市頭肌要好一點 我說什麼意思 我股市的頭肌 股市有頭肌嗎 股市要頭肌嗎 對耶 真的齁 真的 股市要多頭肌一點齁 頭肌股要多買一點 頭肌股 頭肌股就找我就對啦 頭肌股啊 真的啊 膝蓋有股市頭肌 對 頭肌股找你齁 對啊 頭肌頂的股票 對對對 可是老師不選頭肌股 然後選肌油股 肌油 頭肌的肌油股 對齁 四月營收我們現在剛出來了 發現四月營收好像真的大部分 為何 等一下 我不小心這個梗 為何老師你的肌油股頂上來了 合肌頂 肌油股頂上來了 為何股價那個肌油股頂上來了 好沒事啦沒事啦 等一下跟大家分享 好我們看一下營收越來越旺 就會越會漲嗎 我們今天跟大家討論這個話題 好我們來看下一張的部分 四月營收你看大部分都是 人家都說五窮六絕七上跳 現在不用到五窮了 四月就已經先快要餓死了 還有五窮 都已經快要餓死了 你看一下四月份合併的營收 創新高的公司 公司的加速啊 只剩下多少你看 比三月來講 只剩下83下 大幅度的減少 有夠少的 那我們再看一下整體的產業的別部分 你看四月營收創新高的 半導體 好多喔 半導體 就是類股是蠻多的 可是只有兩家 電子零組件類股也是撐的蠻多的 你看只有兩家 那你一直看一直看 生技醫療只有一家 食品一家 那連文化創意這麼少加速的公司都有一家 難怪那個阿民拉都說什麼 在高雄都會辦演唱會對不對 他說高雄還不能只辦演唱會 我剛剛不知道他說的 你看演唱會的公司 就真的是有比較賺錢 所以你看就有一家 阿是我插播一下 因為剛才更正 因為上面剛才完善一點喔 這個營收其實創新高 有83 上個月83家 對沒錯 3月份營收啦 阿現在公佈4月營收 不是8家是10家 因為一直更新 目前來講就是有10家 10家 還是差很多啦 還是差很多 因為再加起來這邊10家 83變10家 真的是差太多了 所以4月份營收大部分 好像都 下滑 那我們可以看到 因為4月份營收下滑 我覺得可能台積電也是有點擔心說 他的股價會受到影響 我們可以看到 4月份台積電公佈營收 雖然說是月增1.7% 但是喔 你看到年增的話就覺得有點可怕 年增是負的14.3% 就是年衰退了14% 比去年同期來講衰退了14% 所以因應這樣的狀況 我估計阿 就是他們比較擔心股價的話 才會說可能要加發一點股息 從2.75塊 增加到3塊 那這樣一年就是配12塊 那一年配12塊 可能 對殖利率來講好像 也還好 還是不夠多一點點 那另外有一個消息就是說 台積電除了要增加配發的股息之外 他也要就是增加 就是增資阿 應該說借錢阿 他8型公司債 8型600億的公司債 他要做什麼 他就持續的擴充產能 那他擴充產能 那大家應該就要安心了 為什麼 因為大家看到景氣那麼差 就很擔心說 會不會台灣的相關公司 營收越來越差 那你會發現 營收越來越差 只要台積電擴充產能 就會帶動相關的半導體上游 類股還是會成長 因為他擴充產能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還是能支持 他上游相關的產業一些營收 是會穩定的 那再來還有什麼 這邊我們看到 他除了這600億 除了擴充產能之外 他也要做污染的防治 所以我覺得這幾個 就是一個方向 大家就可以去找一下 有沒有相關的類股 可以去做投資 那台積電雖然說 營收是年減了14% 但整體來看 外資機構的一個評價 都還是高於現在的股價 也就是說現在去買台積電 應該還是有肉可以吃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也不用太擔心 那台積電 既然有肉可以吃的話 那 加權股價指數就不會表現太差 因為 加權股價指數啊 應該說台積電 對加權股價指數來講 影響是蠻大的 而是這個股力 從2.75變3塊錢 應該還是好試一見吧 對沒錯 應該就是說 因為其實他增加股力就會吸引 比較多人進場 就說投資啊 而且越跌 期值率越高啊 會有抗跌性嘛 對沒錯 好那我們看下一張的部分 那最近大家覺得 所以你投資股票真的很難 你會發現很多股票動不動 就大跌大漲 那像維穎啊 就剛剛維太老師講的維穎 他營收一公布 營收說是跟上個月比起來是腰斬嘛 但是說真的他年 跟去年同期比起來的話 只有其實小小的衰退8%而已 那這樣子今天就股價直接就跌停了 那還有像昨天的部分像茂迪啊 茂迪直接本來趨勢走得好好的 直接也大跌下來 又跌停了 所以最近操作難度比較高 在這麼難度操作高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大家更要去了解 就是基本面啊 技術面跟籌碼面 你看我們最近4月份營收啊 公布了以後 我們就幫大家找了這幾檔 基本面就是看營收嘛 營收雙成長 也就是月增年增 那籌碼面呢我們也幫大家找了 近10日法人買超的股票 那技術面的部分呢 但站上技線就代表說是多頭走勢嘛 所以我們幫大家看了 基本面 技術面還有籌碼面 幫大家找出來這幾檔股票 那值得大家去留意的股票 搬了N31啊 剛講的利豐啊 還有全訊 長元科跟永威頭控 那這幾檔股票 是值得大家去留意一下 平收都不錯喔 對 而且你月增年增 欸老師你厲害 能找到月增年增的補公司已經很少 創新高公司也很少 所以 這麼難操作的行情之下 更要去看這些基本面 技術面跟籌碼面 欸你真的講沒錯喔 對 站上際線都有站上際線的股票 老師有一個女生對你 有一個小狗狗對你比愛心 那我那個狗飼料不要吃光喔 你講狗飼料很小心被神網告你 自己挖洞 沒有沒有我說我啦 沒有你喔 老師那這樣四月這麼慘的一個情況之下 他的影收還是這麼好的話 他屎頭一直誘惑你耶 這次在是 這個太可愛了 我覺得這個怎麼辦 那女生這樣收到的 真的 他可能有點熱啊 要再散熱啊 對對對 好用羹喔 狗狗用舌頭散熱 所以散熱之群我們介紹一下 散熱之群怎麼樣 沒有啦 沒有啦 你看這問題什麼的問題啊 認真啦 然後四月這麼慘的情況 像營收還能夠創新高 是不是代表他的股價會一直漲上去呢 投資股票看的是未來啦 有的時候營收很好 你會發現股價其實表現也不如預期啦 所以我覺得未來性更是重要 所以投資股票的話 你不要只看營收好就馬上去做投資 我覺得你可以去搭配 比如說像籌碼面啊 技術面面面俱到 你再一起去就是決定說你要投資哪一檔股票 老師意思是營收好勝率會變高 可是不是百分之百 所以搭配技術現行 籌碼面 所以老師們一起看一下 這幾檔股票我們看籌碼面的不錯 好不好 或技術現行不錯的股票 來 長元科的部分他是做那個離鐵電池的 那做離鐵電池的話 你會發現最近電池類股 好像像美琪嘛 康普這些都沒有很好 為什麼長元科這麼強勢 是 之前還說要認真資啦 要認股啦 總監不要啦 大家覺得好像棄權的一樣 就不是感覺是要來個私募 是不是 要給洽特定的人是不是 對 那其實為什麼就是剛剛台積電不是有 要發600億的公司在嗎 他要做污染整治 那他做污染整治的話 還有就是包含就是省電嘛 減碳嘛 所以呢現在台積電他要把2030年 他把旗下所有廠商的不斷電信統 他本來是做什麼 千酸的電池 全數都改用磷酸鐵的離電池 那長元科就做這一塊的 他也打進台積電的供應鏈 所以呢他這樣子的話就增加他營收 你看他四月營收就知道 四月營收不是年增27%耶 是年增27倍耶 所以他未來也持續 2700% 對2700% 所以未來他也持續布局綠能 我們的政府不是就要持續發展綠能嗎 那綠能都是要儲能嗎 要不然你太陽能白天發電 那你以後要怎麼用 你要留著用嘛對不對 好所以呢儲能也是相關來講 是盤面上市比較熱的一個題材 題材 所以四月份的營收很好 就帶動他股價今天有再度跳空向上 阿是在技術線請你也提示一下好不好 好我教大家一下KD指標真正的用法了 那KD指標的話你可以去找一下 就是說KD指標到低一點的時候 只要股價沒有跌破前低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很好的進場訊號 而且搭配你看一下這一波的月線 根本就沒有跌破 那持續向上漲的過程當中呢 你看他也是持續穩定的不斷向上 今天呢又跳空向上再創新高 是暫停 有些人聽不懂 那個有破底嘛對不對 這有破底對不對 可是KD怎麼樣 KD指標到低點的時候 股價沒有破前低 OK 這個是背禮的嘛 你看這個KD比較下啦 可是股價沒有晚下好不好 好 所以這有機會創新高嘛 對 所以你看一下這邊有一個跳空缺口 又再一次出現了一個攻擊訊號 所以今天的攻擊訊號之後呢 我覺得一樣 那KD指標到了一個80 就是進入一個鈍化軋空 那鈍化軋空的訊號 只要在三天之內 他都有機會會持續的再創新高 大家可以去留一下這幾天股價 都有機會再創新高 好這是成員科 好不好我們來看下一站股票 老師來 全訊 全訊他其實是做生化家的 大家覺得 欸其實他生化家好像文貌全新紅捷科沒有太好 但是全訊為什麼這麼強 全訊他是做軍工的 他的生化家是做軍工的 他跟中科院研發出第一個固態超頻的微波功率放大器 哈 聽不懂 聽不懂沒關係 他大概就是生化家那種做放大頻率的微波的 好那他主要是用在像那個台灣自製 其實台灣的自製飛彈是蠻強的 台灣自製飛彈包含像天弓啊天劍雄風 都是用他的產品 雄風很厲害喔 對啊其實台灣的飛彈是蠻強的只是打不到對岸去 對啊 沒有雄風很厲害啊 雄風那個小船小劍都可以打到 那算厲害欸目標大打到算了欸 對啊 但是他不像那對岸的可以直接飛到台灣嘛 台灣還飛不過去 之前不是有新聞嗎 對啊雄風飛彈超厲害的 台灣的飛彈真的是蠻強的 好那所以呢你看一下他就帶動他四月 因為現在大家都要增加軍事預算嘛 就帶動他四月營收你看也是持續的增長 月增65%年增47% 所以我覺得這股價是表現的蠻強的 那我們再從技術面來看的話 一樣啊 我們剛剛不是教大家背離嗎 你看KD指標到低點以後 這一波的股價在哪裡 股價在這邊 這波的股價低點有沒有比前一波 KD指標這邊的低點來的更低 沒有欸他就是大概持平 持平而已 而且他站在這個月線之上 緩步向上墊高 那這一波呢 創新高之後他回測一下 又碰到了這邊月線 月線之後 這兩天其實台股表現都不是很好 尤其是像昨天小型股跌得很深 今天大型股也是跌了蠻多 像今天台股是跌了100多點 但是你看他股價就撐在月線 所以我覺得表現是相對強勢 所以我覺得這兩股票只要維持在200塊之上 短線上來講 都可能不錯的進場機會 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好 謝謝老師 告訴我們這些股票 哇塞 好 全信 還有一檔股票 還有一檔 不要這樣嘛 快點快點 M31講過很多次 他做細緻台的 那他其實主要收入都是來自於授權金嘛 那我們快速講 那4月份的營收你看也是年增2-3% AI概念股啦 對 AI概念股 其實他就是股價表現得不錯 一樣我們看技術線型的話 來KD指標到最低 如果你把技術線型你回家把它縮遠一點看 你會發現這一波的KD指標到低點之後 比前一波KD指標低點的股價還要來得更高 那就是股價一波比一波越來越高 那這就是一個多頭格局 那你看再縮小一點 縮小一點 有沒有現在已經到了這麼低 前波的股價有沒有在這邊 還是比較有沒有差不多這邊的地方 股價股價差不多 對 那就是沒有破前低嘛 沒有破前低 那這邊你就畫畫就是一個打BD嘛 KD比較弱 KD比較弱 可是股價沒有破前低 那你看這邊就是可以持續的向上 然後這邊呢也站上了月線跟季線 所以我覺得短線上來講也有機會再工薪高 IC設計很少營收這麼漂亮的齁 對這個M31蠻漂亮 謝老師告訴我們這一切的想法 資源營收搶先看 營收越旺 怎麼樣 旺旺旺 沒有會長 欸不是我們兩個蠻默契的 我在Cue你了 對 所以 喜歡看我們兩個默契 或者是表演 或者是說 看老師的分析解盤股票怎麼樣 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 來 每週一到週五晚上八點上線 不是我看來是那個 來 再叫一下 開玩笑 來 節奏不對了 每週一到週五晚間怎樣 八點上線 一三五解盤影片 二四支 教學影片 最愛是靠 謝光寧 瘋狂股市福利社 看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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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局大力多 好不好 這個很重要啊 財神業我都親自降臨了 是不是 就是玉凱老師唱歌 然後歌神神 劉西宇 買這套 交易之前要考慮自己 瘋狂股市福利社 你先告訴你 這家 二月一周 瘋狂大股 想先爆 開支牆打 好厲害喔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該如何才是只有誰 能快點告訴我 你會好嗎 你先告訴我 不要忘記會錯過 怎麼大呼 感覺好像盯著我 最高殺低的經驗真的痛 肺炎機率 常會去是Money Dawn Oh I know 看多看空 孫下求同 不油我 不油我跟你在你左右 壞袖本 壞一支套 交易之前要考慮自己 好幾個 瘋狂股市福利社 提前告訴你 這打動手 對不對 最最高 殺最低 想要改掉這壞毛病 你都拿到中環上 八點上線 你被解滿影片 讓你的財富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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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乖乖 乖乖乖乖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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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